在網路上面有兩方的說法 人認為說他在旁邊 不然呢他不在的話 你們不是罵得更兇 所以我覺得回來看 就是說當高雄市政府 他在12月12號的時候 發現到說有可能行程 所以其實說 他會要會面當地的官員的 這件事情已經被曝光 是不是導致他有可能產生問題 你看韓國瑜到了這個馬來西亞 去之後我比較注意 像我們做媒體 大概對字眼都比較注意 什麼叫對字眼比較注意 第一個這個晚宴的人 是因為本來已經確定要出席 然後臨時被取消掉 那這個就是可能你可以扯到 就是講到說被打壓或者取消 可是你看當地的官員的說法 是沒有沒有安排這個行程 我認為可以解讀成這樣 就是說如果他原來有安排 但是受限於什麼樣的壓力 導致他必須講說沒有 那我講說這個有沒有說謊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 所以我覺得慈平進來看 就是說現在韓國瑜 還在出訪的過程當中 你在馬來西亞遇到了這個狀況 在新加坡會不會同樣遇到相同的情形 那你隨行的官員 或者是你現在在這邊當地的 這些駐外的人員要給予協助的人 你是不是有記取上一次 我講實話 不是韓國瑜好不好看的問題 外交人員也不好看 你弄到你一個代表站在那邊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只能永遠回應說 沒有啊我們就在幫忙了 可是大家所看到的呈現的狀況是那樣 所以我覺得當然第一個高雄市政府 自己本身是負責安排行程的單位 我想我們以前自己跑外交 你出訪裡面你去會幫你安排當地行程 大概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你市府本身或出訪單位本身 一定會有你自己的聯繫管道 因為這個你自己你自己一定要先 所以最後的行程跟最後跟誰安排見面 你這邊一定是最有final的掌握嘛 第二個你會透過誰呢 譬如說如果你是去那邊找當地士生 當地士生因為一直長期在那個地方活動 他也會有他自己友善的 或者他所熟悉的官員 當然 或者是這些當地士生會幫你安排 比如說台商會的會長或這些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透過外交體系 因為外交體系他今天在這邊的時候 你市府你出訪單位一定會提出他的需求 我到這邊來我是一個市長 我可能不只是來做簽約而已 我可能希望能夠進行的是城市的外交 我可能不是只說我只是要來賣賣東西 說我簽一個MOU 就代表我來這邊沒有意義 我的意思是說他真的到那邊去 是當然一定希望跟當地的政府 或者是當地的官員或是當地什麼 他能夠有更多的接觸 所以一般排行程會有這三種的管道 那到底哪一個環節 在這件事情上面出了問題 我還是強調 現在已經到了新加坡去 你現在畫面上面同步看到的是 到新加坡去 當地民眾的熱情 當地僑胞對這件事情的瘋狂的程度 那對照說你到最後所呈現的那個結果 官方跟民間 我現在講的官方不是只有外交部 是包含高雄市政府 你們所呈現的落差 才會是大家在關注這件事情上面 會覺得說 幾乎天差地圈差得這麼多了 你如果在新加坡 你今天說好 你還是會有其他的行程 會有其他拜會 不要再出現像馬來西亞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講真的 取消跟沒有 是完全天然地北的說法 那到底出在哪裡 我認為高雄市政府 他應該在事件發生的當下 應該有進行檢討 那在這個事件上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他能不能避免再發生